它底下是玉柱工法 所以它是一個 一擬四方的東西 底下打水泥 硬了之後再用千金點 慢慢的點 慢慢的點 修復師匕首畫腳 就怕民眾想像不了 十根神柱 之前有四根青島 問題在荒郊野外 缺乏現代修復工具 他們苦苦思考 花兩個多月 才讓神柱佔職 成為黃金神社內 難修復冠軍 擋土牆是亞軍 它的石頭每塊石頭的重量 大概在60至70公斤 我們就用一種叫爬山斧的工具 難處在每個階梯 都是古蹟不得破壞 只能在上頭鋪麻布 慢慢運上山 第三難題出在瑞芳天氣 去年一整年 新北市三十年來 降雨最多的 我們也要照常施作 師傅坦言 黃金神社是他們遇過 這台修復最以棘手挑戰 雖然五年來花了兩千八百多人次 卻只能稍微修補破損處 因為部分設施難以考究 還得有科技幫助 現場的話可以直接在這邊 掃描QR口 老照片會直接出現 讓民眾對應實景 開啟AR模型 看見神社原貌 團隊說其實這回80%都採虛擬修復 但結合數位體驗 就是現今修復趨勢 目前的話其實國內外 都有還滿多這樣子的案例 這個模型的話 其實你不只在現場可以使用 其實你自己在家裡 如果你想要研究神社的模型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任何地方 都開啟這個濾鏡 如今不只有兩座鳥居 八座石燈籠 呈現在眼前 還有虛擬實境科技 黃金神社重新開啟 讓人了解修復不容易 也帶來學會珍惜意義 八大新聞擬取張開新北創報導